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它这个模型 楼板和下面建在一起的 我最好给它分开了 我这样看不到 把那个助手调出来 嗯 嗯 这个直播是做室内的施工图 然后主要给大家做插件演示 不是今天不做全屋 我现在是给大家演示一个 嗯 零售店的施工图的绘制 就是从模型导出施工图 嗯 嗯 这个模型呢 天花上面的楼板没有建 然后稍微给它补一下 以免它出来图纸不太对头 要导式工图的话 嗯 结构就要给它建好 不然导出了 不然导出来图纸就没有上下楼板 就很奇怪 不用给材质下面天花都有材质 嗯 然后我们先来分个涂层 嗯 准备工作 把这个打开 然后 嗯 地面楼板 底面楼板 底面楼板 嗯 大家有看教程的话 应该知道 就我们 首先导施工图第一步就是要分图层 分完图层之后 嗯 我们导出来的施工图才会有对应的那个图层 这是怎么个事儿 还透明呢 透明度 100% 嗯 把这个整个分好的涂层放成一个比较低饱和的 然后我们就能一眼看出来哪些它是没有分的 基本上墙体就分好了 然后像这个门头我们就把它放在墙体完成面这个里 那一个比较低饱和的颜色 你发了吗 好 就今天的直播 也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 那个 池站的案例 然后我们做一个工装 一个别墅 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加装 就一晚上画三套图 因为我们会用到插件 我们把这个桌子都给它放到软装里面去 嗯 也可以叫活动家具 就是它是买过来的东西 不是说一定要在现场把它组装起来 所以大家看到这种组里面面比较多的可以把它炸开 否则就有可能会捣不出 稍微给它炸开一下 这些都是软装啊 因为这都是搬过来的那种 然后这个是硬装 这个硬装我们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图层 给它放到落地不到顶里面 那我们建一个铺面 向下的铺面 然后来放一下 我们今天就用阿可那个默认的图层 就是我这边导入进来的默认的图层 你去下那个模板文件 然后把它复制进来 那这些图层就会有了 像这些我们都把这个墙 墙的图层给它给掉 这些都是墙吗 OK 这个空间就是柱子还比较多 然后 给固定家居 落地不到顶的固定家居 就是落地不到顶这个图层 它在施工图里面 它就天花图它不会出现 应该还是可以理解 就落地的图层 它在天花图里面不会出现 然后 就 哎怎么说 不到顶的图层 在天花图里不会出现 不落地的图层 在平面布置图里不会出现 你自己去控制一下 然后这个我给它一个完成面 没有给窗 因为窗其实是指我们室内 通向室外的 然后那个窗 它是不能在立面图里面导材质的 所以就不给窗 给了之后我材料就需要自己标注 这些盒子我给它删掉 因为 隐藏吧 因为它 这是装饰品 手工图里放着影响后面的读图 OK 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要给它一个 完成面的图层 尽管它 它其实不是完成面 不过 问题不大 只要给它和墙体分开来就行了 OK 像地上这个就给个地面铺装 它这边也没有什么地板啊 地砖啊 这些它估计就是一个 自留品 然后加上上面的一些装饰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隔断 墙体的隔断 墙体的隔断 那图层没有导进来 我看一下它叫什么 嗯 嗯就放在墙体里面吧 问题也不大 这个图层 这个图层它没有那么严格 就是一定要分的很好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要把一些 固定就是固定家居和 这个原始建筑结构 这个还是要给它分开的 然后至于原始建筑结构里面 你可能有的墙 新建啊和原建啊搞混了这些 那你后面看到图纸不对 再回来改就行 那我们先给它大概的分出来 这个是落地不到顶 这是落地不到顶 就是落地不到顶 它就不会出现在天花图里 应该还是可以理解 嗯这些都是落地不到顶 我们先给它po往下的一个面 然后处理好之后 我们再去处理天花上的那些面 哒哒哒 嗯 嗯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有没有录播 嗯 不知道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就会把这个视频剪出来 但是最近还比较忙 所以大家最好就是在直播间里面 把这个东西看完 因为我们今天演示的案例也很小 就200平左右 所以它那个图纸的导出也挺快的 这全是落地不到顶 然后这个冰柜 嗯 这个冰柜我就不画了 因为它这个其实是采购的 或者你要画的话也可以把它放到那个 这个 软装 或者放到活动家居那种 或者你自己新建一个也可以 只要你知道这个东西 它不是施工图里面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 而且是由施工方去采购现成的一个东西 好 现在我们图层应该分的差不多了 我稍微保存一下 软件怎么卖 我都还没开始演示 你就问我怎么办 今天这个直播是教程向的 如果你要购买软件的话 可以在粉丝群里面留言 然后我们会有客服发官网给你 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学习一下 然后做一个教程这样子 这里有个墙漏记 这里有个墙忘记搞了 墙体 原始墙体 我们也有想把CCD的那套 比较标准的图层给大家放过来 就放到SU里面作为一个标准 它一直就是特别的忙 所以还没有搞 你看这个东西它虽然就是你 它po在这里往上看是看得到的 但你只要把它放到 落地不到顶这个图层里 它就不会出现在天花里面 这个灯带我暂时给它隐藏掉 就不希望它在施工图里面表现出来 这个我们就给完成面好了 看就是 其实还是比较随便的 你给固定家居 你给完成面也可以 你给固定家居也可以 就不合适的话 你到时候再改就行 这些都是完成面 然后这个应该是天花黄色的 T天花造型 改一下 好这个是 也是灯具也是造型了 它是一个软模的 那我们就先给个 给个那个天花的造型就好 这是个啥 稍等一下 这个我们给它完成面吧 它就是一个造型 设置一个鱼翼分割的图层 什么意思 你是想让计算机自动帮你去分这些图层是吧 好 这边有有这个东西给它分掉 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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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你问啊 我就是学计算机的 鱼翼分割的话 在3D模型上会比较难做 在图片上会比较好做 我们有试过就是准确率不是很高 觉得不如大家用手来调一调最后出来的整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嗯 嗯 这个是地面的完成面 我们给一个 哎 哦 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嘛 你会把那个地面的一些东西和这个楼板放在一起 我们尽量还是把它拉出来 这样我们给图层方便一些 它是一个完成面吗 差不多 然后我们调回模型 它模型原来是这样的 我刚刚一直是用的那个 这样一个标记的图层 这个不是门板 这个是放到完成面 嗯 ok 然后我们把Sketchup放在这个地方 把CAD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有点有点碍事 我就先挪到一个其他的图层里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导出的结果 嗯 我们稍微检查一下吧 就用这个插件 大家装的时候 它会 自动给你装好 然后它会 告诉你 嗯 对检查一下还是比较有必要 它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导不出嘛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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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导不出解决方案也比较简单 就是你把它炸开就行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些把它炸开炸开 嗯 实际上就是 它一个组可能太复杂了 面数太多 然后它提醒你 最好是不要这样导 那它就告诉你导不出 好 ok 之后我们 再检查一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应该是 哦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 这个东西啊 这个设计 它里面有很多这个 小灯泡 可能 所以它就会导不出 因为它整个组面数太多 那我们再把它炸开 然后再检查一下 我是比较习惯在模型里面检查 那如果你说我喜欢到CD里面再去看 问题也不大 好 我再看一下 哎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嗯 这是一个全流程的教程 所以可能 嗯 会有细节比较多 首先我们点这里的上传模型 哎 这个文件是在哪里 嗯 这个地方 嗯 我先不带耳机 嗯 嗯 因为我今天演示的就是用的我们那个案例图层嘛 所以大家就直接选这个就OK 嗯 嗯 这里我就不重命名 我施工图就用这个 整个图层就用这个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SU的图层换一个名字 那你就在这里重命名就打进去 嗯 然后 这里呢 就是大家去设置一个po面的填充 就是我们在Sketchup里面看到 呃 这些蓝色的区域 你才 你po切到的那个填充 他就在这里去设置 那一般 其实我们就设置这个墙体就可以 哦 可以给大家 设置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操作是什么样的 我一般墙体就用那个Solid 有的人会用混凝土 那个 那个填充 你就按自己的填充来 就大家先把这个 就大家先把这个 回车确定 回车确定 嗯 对就把这个画好之后 然后 在这里 点拾取 是吧 然后 呃像楼板什么的 你虽然就平面图没有po切到 但是你立面图会po切到嘛 所以就把这个凉啊什么的 都给它选一选 呃我个人就全用这个Solid 如果你有其他的填充混凝土啊 或者血线你就自己用那个拾取去设置就行 呃然后我比较习惯把所有平面图画在同一个布局里面 我就把它勾上 然后这个po切的高度是你离Sketchup那个圆点的高度 所以大家建模的时候就是这个点尽量给它放在地平面上 这样你这个往上多少你就是跟你的楼层高度是统一的 好 我们这个就导出来了嘛 我稍微把这个Sketchup的界面放小一点 然后把它原来的材质给它录出来 嗯 对我这个空间是没有什么拆墙和新建墙的 这两张图我就直接删掉了 如果你有的话你把它放在新建墙图层里面就ok 好吗 嗯 然后这张就是我们的平面布置图 哎 这个是天花的线哈把它关掉 天花造型适口冻结 冻结了 这是什么什么线 顶面楼板 把它关掉 呃 大家反正这个图层冻结有问题的 你可能需要自己去调整一下 墙面完成面 那这边就是分错图层了嘛 这个也经常发生就是你导出来之后你发现这个东西 那不应该在这里 不应该在张图上 嗯 就是这个 这条我们还是把它给它放到天花上面 不然这个图层没有办法处理 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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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不麻烦也OK的 我更新一下图纸 我好像没有保存 更新应该没有用 稍等我先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再更新 定制的操作其实不难 我之后如果演示完这个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定制的怎么搞 这不就导完了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张是我们的 平面布置图 然后地屏铺装 这个项目其实没有什么地屏铺装 它应该是就是个自流屏 然后上面有一些贴纸这些 这平面布置图 我们就先把这个铺装关掉吧 感觉打的话影响读图 它这个图层就是保留我们 这个图层就是保留我们 之前在这里设置的图层 原始地面楼板 这个啊 这样可以 然后这张图 把天花关掉 把顶面楼板关掉 地面铺装的话 把固定家居也关掉 就你自己再去控制一下嘛 我觉得这样子不显示固定家居的话 我下面这个铺装看得更清楚一点 地面楼板关掉 地面楼板关掉 你耳朵好痒 如果SU里面的模型发生了变更 怎么解决 就是我们有一个一键更新啊 你点一下 然后你先是变更完之后 然后你保存 保存完之后 你点一键更新就可以 这个我待会儿给你演示吧 我现在演示的话 这张图可能画不完 就很快的 那我们现在就平面不止读 地平铺装图和天花造型图 ok了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模型空间 然后有一个比较麻烦 也不叫麻烦了 就是比较繁琐的操作 就是你要设置一下 每一个填充的类型 就是我们说那个PT01 WD01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胡桃木饰面啊 或者是乳胶漆涂料这种 你要打在这三个地方 那这样子后面自动标注 它就不用你手动一个个去拉 它就直接会给你出来 演示一下更新可以啊 我我可以快速给你演示一下 我用这个小立面吧 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不是 这样子吗 然后 我觉得这个座椅太密了 我可能把右边删掉两个 左边删掉两格 那我让前排后排 稍微舒服一点 这样子 我刚有按Ctrl S保存 保存完之后 你点这个更新 然后选外面那个框 就大家 那个外面那个框不要删掉 然后它就更新了 看到没有 就 我刚刚椅子是这样的嘛 然后现在 现在我现在我不是改了吗 改好 然后它就直接更新过来 那如果我再把椅子加回去 也是一样 就是Ctrl S 然后更新指定图纸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那个抖音 抖音自己进来刷到我们 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 加那个粉丝群 因为抖音它是不能直接 加微信啊什么的 然后你可以加了之后 我们会有客服 对标注没了 因为我没勾这个东西 我只是给你演示一下 你要更新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勾上 它才会 只把标注画出来 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 先来画立面图 首先是外面这个立面吧 其实这个空间还是比较 比较 怎么说 画的图不是很多 它可能就是每张图比较复杂一点 它是一个开阔的空间 画张立面 那画立面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贴图填充的设置 就是主材表和这些材料编号的设置 我有点讲不动话了 我拿个水 如果是我们的会员 可以帮我们点赞和点关注 那我这样抖音会给一些新的流量 起太猛了 头有点晕 OK 就设置这个的话 就是你要找到你对应的材料 然后把它的 这个类型和编号输进去 然后可以设置一下整个填充 那首先我们这个立面的话 一个绿色浮碳漆 然后一个钢板 黑色涂料 白色涂料 上面也是一个金属材料 就这么几种材料 我们来设置一下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这个东西的名字 那我这里就叫绿色浮碳漆 把这个备注 我就先开始画它 我就给它个PT01 OK 然后一直说话吃不掉 我现在不说话 我也讲了这边是怎么操作的 然后我先把这个主材料设置完 也可以叫绿色浮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是一个插件你是抖音进来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关注加粉丝群 这个我再演示一个一键导出时空图的插件 我再演示一个一键导出时空图的插件 我后来演示一个一键导出时空图的插件 我再演示一个一键导出时空图的插件 我再演示一个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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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他的填充 有很多人会在群里问那个填充怎么设置 填充就是你自己去装那个PAT文件 网上应该有很多教程 这个就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个金属 反正你最好是平时自己有一个画完的九宫格 然后可以自己去改 那我今天是因为从头在演示 就就是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材料表 应该怎么去做 大理石大理石 大理石这里 然后 反正金属我都用这个 刚常不要叫 是我的啊 我的小狗 等一下哦 然后我们来改这个 还有 波浪板的金属 那我给一个竖条我好了 给个这个 90 45 然后再给个涂料就这四个 就这个吧 哦这个不行 这里面有三角 找一个乳胶漆的 嗯这个很刷 OK 比例有点太腻了 少设置一下 我这边就给四个涂料 应该就可以 然后 贴图填充打开来 嗯 然后去拾取一下波浪金属板 用这个竖着的 这个 这个是电镀铝材 我们用这个斜着的 然后这个是 这是个啥 铝制亮面金属 我们一样用这个写着的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大理石 灰色大理石 这些涂料我都用同一个颜色 绿色浮碳漆白色防水涂料和灰色防水涂料 黑色防水涂料 然后我们把它保存 保存完之后就是设置虚线涂层 对这个也是有必要 因为我有那个活动家居 就是我画着就为了好看而已 那这种涂层我们就给它 给大家看一下这涂层叫什么名字 我叫软装施工图图块 那这个涂层 把它设置到虚线涂层 就不要让它遮挡后面的东西 然后我个人是比较习惯 可能立面图只分两三个线形 就是粗线细线 最细线 还有填充和虚线 我就会把这个按照CCD规范出图给它勾上 如果你比较习惯 就是保留你Sketchup的涂层 那你就可以去掉 然后下面两个我们给它勾选上 一个是自动的出材料标注 一个自动出尺寸标注 好然后我们来画这个外立面 稍微把这个挪过来 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如果是刚到直播间的话 那这样子就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刚刚设置的这个虚线涂层 然后它就会跑到这个EL Furniture 反正就是CCD的那个标准嘛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标注还不是很完美 像这种 我是不会这样标了 我会把它合并起来 有一个合并尺寸呢 合并尺寸这里 HBBZ合并标注 你也可以用这个 然后 这边的标注 这个是门啊 门我就不给它标注 这玻璃没有给材质 所以呢 它玻璃没有标出来 那大家 反正遇到这种情况 就回去再设置一下就行了 也没有关系的 这是灰色半透明玻璃嘛 灰色半透明玻璃 唯一就是找起来可能有点麻烦 有时候会翻成英文 就是什么Translucent Glass Grey 应该是这个灰色半透明玻璃 然后这里我给过类型 但是没有给填充 我们给一个填充 稍等我画一个玻璃的填充 有点强迫症 其实这个我都无所谓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更新一下 就是我想这边有那个填充嘛 然后这个玻璃的填充就出来了 但它没有标准是这么个事 没有办法 那这个标注和尺寸标注都是测试版 没关系我们就拖一个过来 然后给它改一下 它是那个动态属性块 我们是可以直接改 反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就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啊 虽然不是大问题 你也可以跟我们讲 因为 然后高速开发的话 它就能很快解决掉 那你下次就不会遇到 别人也不会遇到 再帮我们一个忙 这个门框 门框我就不画了 一般这种我会单独拉结脸图出来 再来画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漏掉的一些材料标注 黑色铝质 这个可以直接把它放下 虽然说我们刚刚花了蛮多时间去做这个材料的处理 但是现在这样就很快 哦 亲娘这里有点叠在一起了 这是个啥 嗯 它这个是给我标到上面来了 白色防水涂料 这个是绿色浮碳漆 我给它稍微放在这里吧 招牌还是挺宽的一个招牌 电镀铝质铝质两面金属 看这怎么拍啊 这个五步标也行 因为右边也是一样的材质嘛 这个我也给它整到右边 我比较习惯给它能放在一排就放在一排 那你们如果是不想放在一排也可以 用海龙的自动填充 设置到这个里面 然后用海龙设置到自动填充 可以啊 可以可以 我有海龙的正版 下次试试看 好 那这张图 看一下还有什么 这边我不会这样去标 我稍等一下 我把这两个给它合掉 嗯 这个说明模型这里有点不准 然后它出现了54这样的尺寸 可以再去调整一下模型 我今天不会给大家再搞模型 这样就有点慢 好 差不多 嗯 对 这张图就先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就给大家展示一个软件的能力 如果我自己画的话 这边标注我还要再加包括一些细节的圆角啊 还有高度啊这些 那今天就先做到这里 我也不是给大家做施工图教学 哦 对 然后我们换完 导完这张立面图之后 我们换一个泡面 呃 对 你更新之后 那个标注 你修改的就会变回去 然后我们标注这块就是在测试 那比较希望大家如果是会员的话 多给我们反馈一些建议 嗯 如果是老会员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更新也是靠你们一步一步给我们提建议 然后 刚开始大家会觉得 哎有一点难用 效率不是很好 那大家提意见越多 那大家提意见越多我们后面就会变得效率会变得比较快 然后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自动标注还是很好用的 那其实都是很多很多人提了很多建议才才变成这个样子 嗯 嗯 这个立面我给他po到外面来吧 就是 都看到 嗯 都看到 可能有点融与 可能不需要 我们待会再改一下 我们待会再改一下 我们待会再改动吗 还是他会帮我排好版 嗯 我想一下哦 这张立面我不这样画 我的后面的东西我就直接挑空 到后面我再出一张单独的立面来画里面的内容 可能这张立面内容太多没有必要 那我教大家怎么去控制你立面的深度 就你不想看到后面的东西你就不要越过他去画就画到这里 然后你到时候空白的地方留一个挑空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面的标注 这个我就不标了这个太小了 那这个是黑色防水涂料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绿色浮碳漆 就你用自动标注的话他不会漏 但是有时候他会多标 然后你就可能需要手动去删一下 嗯 嗯 对 这个就这样标 好 这边我也给一个吧 就给一个 反正都是一个填充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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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 去 旅材 鱼材 这里也给一个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导出的效果 然后有一些材料的细节 还有这个我就不去深究 唉说不深究 我就是有点强迫症是怎么的 ok 这个我们现在在优化 就是后面会给大家排到一起去 活动家具就不标 这个持人标注也不标 因为外面它就是一个 一个装饰没必要标 ok 那这边这张图我们就画到这里为止 我这里加一个吧 大家也是老画图人了 就是这些东西我就不演示了 反正你就知道里面还有夹尺寸 圆角还有夹尺寸这些 那我们会慢慢的 更新 哇香肠不可以 不好意思啊 香肠不能叫 慢慢更新 然后完善我们的自动的尺寸标注 那这个立面就到这里 然后前面不是留了一个立面吗 因为我觉得直接画掉的话 有点 有点 太多内容了 有个小技巧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画两条辅助线 就如果你不想画 看到更多的东西 你可以画两条辅助线 然后你就 从这边开始画 然后画到这里结束 这样这样你就不会画出多余的东西 好 好 然后 诶 这个不表 没事 绿色浮炭漆 这个给他拉到右边来 这不表 没事 嗯 这个放到这儿吧 这不表 没事 呃 就这个立面 这是个啥 哦 这是天花 就为什么 这天花它没有那个填充 这里我们不用画 因为我们刚刚没设置 大家记得吗 在设置这个碰面填充的时候 我们这个天花是 空着的 那一般我天花还是会给一个填充的 来画一下这个填充 我只能画一下这张 然后我们 调一下这个界面 然后给天花一个填充 好保存 那么这个我就直接给了 下一个的话 下一个导添花 它就可以直接导出来 反正如果你在画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的填充没有设置 那问题都不大 你就重新去设置一下就行了 好 有人问圆泉和海龙的区别是有哪些呢 圆泉是免费的 你先用起来再说 有一些功能我比较常用的 就是它那个填充的功能 然后会画什么铺装的时候用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立面好复杂 我想一下哦 我们就侧面一起画 ok 然后我们来画这个立面 这个时候就是会用到刚刚跟大家说 有一个深度的概念 诶 怎么个意思这个锁定 这三角形是啥 是终点吗 关不掉了 这样画在这 这个户外的东西我就不画了 诶 怎么个事这个锁定 给我整蒙了 我先关掉吧 对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看得很深的话 这个图就会很乱嘛 它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就注意你的这个深度 就不要画太深就稍微画短一点 否则图画出来就很乱 那像我这样子画 它不就出来就是当中三个东西嘛 那如果是我这样子画 然后画老生的话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那样就会比较乱 对吧 就是后面东西全出来了 不要这种图面效果的话 你画第二根线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哦 这个尺寸 呃 我想一下 可以直接这样 我就不用它标里面的尺寸 然后 哦 这个界面你们看不到 把转角标注选出来 嗯 不能这么选吗 好吧 那我只能把尺寸标注先关掉了 哦 关了材料 脑子都不好使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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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又关掉了 真的 可能是太晚了脑子不好使了 这会儿还在办公室 对 OK 然后我们来处理啊 这边这么多防水涂料标一个就行了 嗯 浮碳漆不需要标 这模型键呢是怎么格式 那模型键呢是有问题的 那这边 嗯 但今天我不会去调整它这个模型 但是这里应该是要顶到 哎呀 我好难受啊 算了 算了 哎呀 我还是调一下吧 我这图画出来 嗯 好难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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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调了 反正它模型就是这个样子 OK OK 我今天就画四张图吧 然后就下播 然后明天再来录后面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料 这个就可以不标 然后这个这样标问题不大 嗯 嗯 这个建模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模型非常的完美 但是你一旦是开始画图之后 你会发现 哦 这边PO出来 这里也不对 那里也不对 我回去修改一下模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那这个立面也就这样 哦 对 这个就是刚刚设置的那个天花嘛 你要给它设置好 它就能 只能填充出来 这什么意思 这个字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气热什么 脾气布 麻将配面 嗯 舍弃推拉盒子的习惯 其实也 也还好 我这边没装 我帮大家可以学用一下那个瓦工刀 那个工具就是让你保持一定的习惯 然后让你模型分组比较好 用那个配合我们软件的话会比较高效一点 然后这个我就手动标一下尺寸吧 因为这个面面其实也比较简单 这样 这种固定家居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画一般 我还是要画节点图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只标一个大的尺寸 OK 先随意拉一下 好 画完这张图就下播 就这个也是 本来说今天是不开直播 但是 不是在 呃 准备 给大家准备实战的素材吗 然后想开个直播 也可以 行 大家还有什么 什么问题 你会生化设计师会按照施工工艺建模 如果又会建模又懂生化的话 是稀缺人才了 基本上 大部分比较初级 我也是比较初级的设计师 并没有在这个行业待很久 就是 可能你知道怎么玩这些软件 但是对现场是一无所知 这我没调好 不管了 就先这样 好 我保存一下文件 太恐怖了 画了现在都没有存过 嗯 嗯 其实真的也就还好 我有看过就是很会建模 它那个大概是四五屏 它也不会卡 看你对模型的控制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这边应该 这套图啊 如果要认真化的话 应该还有 这边一个立面 然后当中 左右123456 六个立面 大概还有六个立面要画 OK 三面图如何截图 我给你演示一下 你如果买室内 你是包含这个功能 如果你买的是全屋的话 也是就是这个功能也是开放的 就导出三室图 我挑一个家居 就这个吧 这个吧台好吧 然后 这样子框一下 然后这第一个是你的看面 然后第二个是剖切的位置 然后之后按 按那个ESC 就是那个退出键 然后它就 它就会有这个三室图 你应该把这个关掉 把这两个关掉 它就会有这个三室图 这个是顶室图 把这个删掉 你看清楚一点 然后两边是测试图 这个是泡面的图 如果你就单纯想画家具的话 你可以把它拉出来 然后你就画 你就不会有墙这些东西 对这个其实是 这是本来是做全屋定制的功能 但是我们做工装的话 也经常会画一些定制家居的三室图 你可以用到这个功能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好不好 明天继续画这个模型 然后把剩下六个立面画完 好大家拜拜 大家可以点一下关注 这样明天可以收到直播提醒 好拜拜 先结束录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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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